乙军士兵在装甲坦克上不断朝哈马斯开枪 乙军的作战重心转往加萨中南部 CN采访团队随乙军进入到加萨中后城镇布瑞吉的外围 因为以色列宣称在这里他们发现开战至今最大型的哈马斯兵工厂 效出哈马斯防美军炮弹制作的榴弹炮 而旁边还有专门制作长城火箭弹的地方 乙军再次举证炮轟哈马斯用民防掩护地下军火库 但是外媒也问得直接 有些人会说你正在做这个项目 哈马斯和兵兵人都在同一个地方 以正确认大型的兵兵人的危险 我们在关注哈马斯的战争 而不是对加萨人的战争 开战至今加萨死伤中七成都是妇女和孩童 加萨人民何其无辜 而这样的残酷战火还在持续 靠近拉法关口的避难区 连运面粉的车都遭到以色列无情空袭 攻击不断 加萨中部最大型的阿克萨医院病患爆量 却因为屡次遭到空袭波及 两大非政府医疗组织被迫撤出 全院只剩五位医师 医院不开负荷 急诊室只剩床架 最基础的药品备品全部用光 对战争的恐惧阴影早已深深烙印 到底战火要持续到何时 以色列官员首度给出暗示 乙军表示在北加萨已经重创 哈马斯的反击和组织能力 只有可能代表着作战即将趋缓 但是就担心下个危机正在酝酿中 以色列证实在1月8号 一场对黎巴嫩的空袭中 击毙了一名真主党的高阶指挥官 而且最新空袭又击毙三名真主党成员 这让人在中东出访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是蜡烛多头烧 布林肯这次任务重大 形成满党 要到阿联大公国卡达约旦 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 埃及还有土耳其 首要任务就是说服 以色列在加萨和黎巴嫩的密集空袭 都必须要有所缓和 但是分析师并不看好 主因是以色列政府内部强硬派的主战声音还是强烈 而且对加萨未来也没有共识 就担心美国主导的外交努力沦为一场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